大家好,我是Ricky 今部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Breaking Point 计算 我会用一题AC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力介绍题部分内容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类型的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以下的题目 我们看题目之前或者先看题目的要求 题目要求是用现时每年的预算数字 计算一下Break Even Number 每晚房间出租的数量 Break Even Point 或者Break Even 选益平衡点或者选益量平点又或者保本点 意思是一个机构一个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出售多少数量的产品或者服务 达至到公司收支平衡 即是说在一个年度里面没有赚没有赚 我们看回题目的本身 题目是有个酒店 有间酒店Elker 有20间商人房 而它的收费是每一间是180元每晚 无论是一个人入住或者两个人入住 而酒店的变动成本 每一间房间就60元每一晚 换言之这间酒店在这里的变动成本 每间房租出去的话就产生每间房 60元的成本 换言之间房没有租出去的话就不用产生 60元的变动成本 而酒店营业开放是全年里面是365天 而预算入住率是70% 而最后它的固定成本预算是60万每年 固定成本在这里 这间酒店租多少房出去或者甚至没有租房出去的话 都仍然要用60万作为一个固定成本 我们来开始一个简单的计算 Break-even point in unit sold 就是等于 就是将固定成本fixed cost 除以Unit Contribution Margin 而contribution Margin 边际贡献是等于 将每件的销售价 减去每一件的变动成本 就是等于边际贡献 Unit Contribution Margin 我们将这条公式对应回题目 首先我们找一找Unit Contribution Margin 边际贡献是多少 将销售价减去每一件的变动成本 看回题目 在这条题目销售价每一个单位是180元 而它的每一件的变动成本是60元 即是租一间房出去就收180元 而每一间房每一晚变动成本就是60元 我们放回题目下去 将数字放回答案 将180元减去60元变动成本 就等于每一件的边际贡献 Unit Contribution Margin 然后再将Fixed Cost 固定成本 随以Unit Contribution Margin 就知道Break Even Point 多少 题目的Fixed Cost 每年60万 每年60万 那就可以放回到公式里面 将60万除以120 就等于5000 这5000就等于Break Even Point 也是题目要求的Break Even Point Break Even Number 5000 换句话说 这间酒店在这一年里面 如果租出5000万的房间的话 那这间酒店就可以收支平衡 达至到无宅无事的情况 如果酒店租出5001间或以上的话 那开始这间酒店就有利润 产生了 计算Break Even Point 的题目 从成本的Cost Behaviour 分开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就可以从中计算到Break Even Point 影片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